欢迎锁定今天12月9号 在星期五晚上为你播出新台湾加油 今天要持续为你独家追踪报道 这是国际变动当中的最新情势 这是川普总统当选人 跟蔡英文总统的热线的效应 很显然持续都还在发酵当中 首先我们稍后要告诉官员朋友 国际媒体的报道 现在所持的方向一中过时的 这是一场骗局 别再骗了 这里头代表性的人物 包括美国在台协会 AIT台北办事处的前处长斯图文都讲了 他怎么讲 我们稍后告诉你 他强调美国从来没有讲过 台湾拥有台湾 中国拥有台湾的主权 好 一连串的形势当中 川普所引爆国际的新形势 如果这是一个现实面 这是一个事实面 就是一中一台 一中过去就是一场大骗局 蔡英文总统应该怎么去面对 而当国民党列为最新形势的运动 公投在各个地方 慢慢再翻搅起来的同时 民进党该不该 在这个国际情绪 已经慢慢的转变 有利于台湾的过程当中 顺应行事呢 你联想到什么 公投可以做什么 好 我们等一下为你分析 当然川普的效应 包括中国的反制行动 持续出手 林中斌前国防部副部长 曾经提醒的是 他的花招会更多元 他的力道会更加的强劲 但是我们要观察的是 蔡英文总统出访 那么中南美洲 在7号要登场的同时 那我们看到 不过境纽约 这背后真的有玄机吗 为什么权威人士告诉我们 很显然 欧巴马政府拒绝了 我们稍后透过关键性的画面 来进行比一比 让你来看 在过去2001年 在2003年 陈水扁当时的突破 这个所谓的公式外交 他所展开的公式外交 遭到很多人污名化 叫做烽火外交 他的公式外交 当时的困境 跟现在台北关系的紧密结合 事实上更艰困了 可是当时突破 跟现在所面临的场景 一起关键性的画面 来比一比 当然很多人在反制的行动 不止蔡英文的出访 海报网的寒蝉效应 台积电董事长张周某 今天投出的震撼弹 他拒接资政了 有人说下一位 可能是刘金彪 也要请辞 绿色台商的效应 谢金河说 台商被迫要表态 慢慢会撤出中国 最新的形势 王杰明带来第一手分析 包括了康仁俊 包括了姚立明老师 以及我们要看的是 现在还有一个效应 大家要问 这是真的吗 台日说要联手 受苍蝉警潜见给台湾 这是硬是没硬 这真的是台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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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联手 要受潜见给台湾 这所谓是 每日力挺台湾 挺到这样的程度吗 还是完全是 第一岛链延伸的考量 也要告诉观众 最新形势当中 美国媒体公布了一段 最新的画面 每日两国 在总统大选期间的 夺岛军演12天 这些画面到底应该怎么看 当然今天郑视伟要帮我们解释的是 国民党团 他在立法院提出反核式公投当中 针对日本核灾进口 主动出击 不只在各县市 还有传统市场 你看到捷运站 发动全民公投的连数之外 打算在立法院发动所谓的公投案 今天立法院有最新的画面 这个最新型的运动当中 很多人要问了 反公投30当了 国民党 现在是如何 到底在盘算什么 来邀请到关键性来宾 订阅介绍政治评论家 汪洁敏 大家好 继续问你要讲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总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郑视伟 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 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 以及关键性立法院 包括了陈其迈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 梁石舟大哥 梁石舟大哥晚安 小军大家平安喜乐 关键性人物 包括了国会 观察基金委同事 姚立明老师 大家晚安 来观众朋友 看最新的关键性画面 有讨论到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 美国的一中政策 还是说我们现在 有把台湾 再另外的拿出来 那您是不是觉得 要一中一海的政策 我没有认识 我早就说一中政策过 我当外交部长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美国方 应该是要重新来检讨 我想他讲到他的做到 我认为我会有一个 业务 雅各比短暂当过律师 长期关注中国打压言论 挺台湾市 驻全国家 不只波士顿环球报 泰晤士报也分析 川普有意终结美国 37年来对北京 低声下气的臣服外交 好我先请教的是汪吉敏 很显然川普的效益 在国际舆论当中 持续还在发酵 现在更多更多的关键性人物 认为美国过去一个中国的政策 是错了 这是包括了斯图文 在国际舆论当中 还有哪些代表性的媒体 发出这样的声音 是的 其实我们知道 在知名杂志里面 Time 时代杂志常常有时代人物之类的 时代杂志也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跟我们过去所谈内容 竟然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主持人一直谈到说 为什么要用这个台湾 这个中华台北呢 为什么台湾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呢 Time最新的这一期 就是说这句话 他说台湾人委屈了 受到中国的压力 以及美国过去长期的忽视 台湾人必须忍入的 在任何的场合里面 自己称自己叫做中华台北 他没有能力讲出台湾这两个字 而过去这几年当中 中国肆无忌惮的 包括在联合国各个地方 只要看到台湾就是打压 但是没有国家认为 台湾竟然存在这个世界上 甚至在昨天有明报纸 直接讲了一个问题是说 全世界前21大经济国 他人数比澳洲更多 为什么在全球 我们竟然看不到他呢 川普把事实给讲出来的 这么单纯一句话 其实包括英国 包括法国 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 突然之间瞬间转向了 我们来看一下 瞬间转向了 这是法式 瞬间转向了事实面 台湾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一个国家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这个Fox News 所谓insider 就是内部的报道 内线人 insider就是内线 内线的专业知识 专业内容里面 举了一个人叫做金瑞契 金瑞契 台湾人应该不陌生 因为他是这个之前也蛮治台湾 他是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他直接就单挑中国 他说一句话说 中国你不能再恐吓我了 威胁我 intimidate就是 大人在恐吓小孩子 你晚上再不吃东西 你小心点 那个警察会把你抓走 你不要再intimidate美国了 原来过去这八年 八年欧巴马执政的时候 中国是不断的去威胁美国 美国怎么会这样子呢 好 他就说一句话说 以欧巴马政权 过去这政坛流行一句话 别让中国不开心 真的 真的超过他说一句话说 你们不要再去 不可能以后就是进行事 不可能再威胁美国了 他甚至讲得很白 他说过去只要提到这个中国 那就是一种 就是我们说不要去 不要去让这个中国不开心 然后把这个台湾 就是只是当做一个 你看不到的环境 他说不行了 他现在我们并不是要跟中国 做这个敌人 但是我们必须要让他小心点 让他更知道 我们并不是要给你发生冷战 而是我们要更多对台湾的关注 他说从现在开始 不是美国要去了解中国 而是你中国 你更要了解我们美国在想什么 金瑞一直讲这句话 似乎是偶然吗 不是 看起来真的不是 习近平要好好认识川普了 对 要重认识 这是什么 这是波斯顿邮报 他讲的更直接一点是说 这是一个中国跟一个台湾 我们不要再假装说 这是不存在的 讲的真的就是一中一台 There is one China and one Taiwan Let's all stop Pretending 我们不要再假装了 是 不要再假装了 不要讲这是一个事实 好 他的内容里面说 过去这个包括了 就是共和党跟这个民主党 其实在整个华府都一直 就是中国要什么就给什么 然后台湾呢 你不要不要 我们不要再谈你了 我们不要拥抱这个世界 就是台湾不是这个世界一部分 但是最近 因为这个事情 就反而让这个中国觉得 我就是大人物 我就是一个大牛 而且我可以去这个恐吓任何一个地方 他说过去中国为什么会做这么夸张呢 为什么他敢飞机到处飞 敢对日本这么嚣张呢 答案就是一句话 就是你民主党跟共和党在过去八年 把中国扶植到他觉得他就是一只 布林一只大蛮牛 好了 这时候说对不起 现在不是这样的 他说去除这些知为细节 直接讲一句话 北京呢 是没错 它是一个主权 但是主权只有在中国而已 China只是中国是不含台湾 但是中国的权力 是没有到台湾海峡的 讲得这么白 非常关键 对 是 but China stops at the Taiwan Strait 对不起 对就是台湾海峡 因为是你中国 所以请不要再假装了 这就是一个中国 一个台湾 哇 波士顿邮报 我们知道波士顿其实是全球精英经纪人 所在地最多的地方 也是最早期美国文明的地方 所以波士顿邮报代表是 美国中产阶级以上的思考逻辑 所以也就是这篇文章里面 其实直接唤醒的 不是美国的蓝领阶级 直接是对他这种白领阶级 甚至高阶主管 或者是掌握全球基金的 就是投资基金 可能数百兆台币的市场的人 这篇文章发在这个地方 告诉你这世界正在改变 如果这是偶然吗 这绝对不是偶然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句话 这是我们这两天 世界局势正在改变当中 我们真的要再次跟国民党讲一下 全世界的改变 国民党要改变 好 但是回来再说一句话 这个是New York Times 这可是又是大的 我们新闻媒体纽约时报 我们知道在全球都是要看 这个重要的报纸 他直接问了一个问题是说 川普打电话给台湾 这是一个倒退还是新的开始呢 前面铺扯很多 但重点讲了一句话是说 他说事实上根据就是这次交接团队的 这个说法是说 过去因为为了这个贸易 还有安全 所以欧巴马政府就不断的就是 好了 让你让你 可是川普现在跟你说 对不起 我们现在要用这个字了 他说我们对中国要更强硬的 Tougher 对 我要更强硬的 我们不再说你只是 刚才其实他前面也讲了 不要再跟我们谈市场了 不要跟我们谈这个中国有多大市场 而是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市场 大家说是不是 然后下面就笑 他说我们还在靠中国 下面就笑 笑得更开心 所以他说一句话说 我们现在要用更强硬的方式 那么这个有一个人叫做Miss Gray 他就是交接团队里面讲一句话说 现在要认真的考虑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提供 也是我们主持人所最近谈到的事情 我们要提供一个 真正合理而丰富的武器给台湾 这才是降低区域危险最有效的方式 他颠覆了过去的想法 因为过去的想法是说 好了让中国让中国 亚洲就可以安全 结果发现到中国的武力 跟台湾的武力 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是不对的 真正的做法是应该要提供 台湾足够的武力 亚洲地区才会安全 他不断的去扭转欧巴马过去这八年 不断的犯任中国的一种作为 这里面答案实在还清楚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说 他说一句话说 他说我们现在要解决 所谓的中国的 我们说的矛盾的方式 就是去重新拥抱台湾 让台湾回到我们所认知的 它是一个民主 而且是存在的国家 这就是Miss Gray 就是这一次川普最重要的交接幕僚 他发表的文章在The New York Times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那New York Times 那就更是更关键了 那是世界级的媒体了 是 非常谢谢杰敏 透过关键性的这些舆论 所传达国际的新形势 所以请教的是杨大哥 将来国际新形势当中 对于现在的蔡英文总统 对于现在的新政府 能够忽视吗 那杨大哥怎么看 小新昨天全世界大概都有一个新闻 川普也好高兴 2016年 person of the year Donald Trump 川普当选 2016年探杂志的 年度的风云人物 但是大家注意它下面那个title 就是我曾经讲过的 我没有想到探杂志 既然用这个title作为 person of the year Donald Trump 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分裂国的总统 封面上面写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选举的时候 纽约时报在三次辩论完就说 USA变DSA了 变成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昨天出刊的 Time杂志 person of the year Donald Trump 既然就在标题下面写 他是美利坚分裂国的总统 这是今天 大家要面对 Donald Trump当选 美国总统的时候 成为全世界风云人物的时候 可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有人问 Time杂志 为什么选 Donald Trump成为年度的 他的理由是 The person who most influence of the news 这个人影响了全世界的新闻 但是呢 The bad of the worst 他可能是好的影响 也可能是最烂的影响 这是他们选他做 年度风云人物的原因 这个原因 所以衍生出来现在的国际形势 那杨大哥等我一下 其实我们马上来播放川普 因为嘴上说是尊重中国 所以下打算是这样子做 蔡村阵线所引起的 中国的抗议跟不满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知道 中国很多的官媒 也对于台美关系的底线 发出了警告 最新的形势当中 特别邀请到 有国会观察基金委 董事长杨立明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这一手时间 帮我们掌握这关键性时 包括了杨时秋大哥 以及陈其迈和波文 还有呢 国民党关键性 再来文传会的副主委 正式委大哥来到我们现场 还包括了康仁俊 以及汪杰敏 共同关注这个国际形势 在转变当中 台湾怎么去因应 来不好意思来杨阳哥继续来 小薰你知道 所以就告诉我们 川普所有的新闻 铺天盖地成为全世界的头盘 头就如同 Time杂志 选他person of the year的告诉你 他是全世界影响新闻最多的 但是the better of the worse 可能是好的 也可能是最坏的 但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在这个情况之下 第一个将我所说的 左边是中国大陆 右边跨太平洋 是美国新任的总统 你如何自处 其实我从他最近任命的几个人里面 我隐隐约感觉到某种程度 蔡英文的国安团队要密切地研究这几个人选 来采取下面的态度 第一个当然很清楚 就是他的疯狗国防部长 Mike Darkman Deeds 他的偶像 跟川普的偶像一样是巴顿将军 另外一个刚刚任命 最最重要 对全世界可能都有影响 CIA的新任的情报 CIA的局长 是Kansas众议员 Congressman 他念过西点军校 也念过哈佛的法学院 叫Mike Pompeo 你知道这个人是直接要求 在众议员的时候 要求美国为了防止恐怖分子 是可以监听 大量的监听美国民众的 所以他也是一个极端右派类 类似 Mark Darkman Deeds 所以我来这里说 如果今天他几乎全部用了 包括我昨天讲的 掌控美国国内司法部长的 Jeff Sison 那一位阿拉巴马州的 Senator参议员 都是在整个光谱里面 右派 就是如果我以台湾的 政治形态来比的话 大概都是新党的人 都是新党的人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有几个例子 可以给蔡英文政府 在未来 做几个参考 因为 把中东 这个局权的国家 或共产的国家 或你不喜欢的国家 你要把它推翻也好 对付它也好 其实有不同的方法 像巴顿 巴顿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这也是特朗普最崇拜的 也是 国王部长里面 模仿他的对象 巴顿是一个例子 埃生豪是个例子 麦卡瑟是个例子 另外一个 巴顿最喜欢跟他对比的一个例子 叫谁 德国的当时的陆军元帅 龙美尔 你知道巴顿后来被免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认为战争 以其玩打不如早打 他认为二次大战刚刚结束 他认为他当时领导的是 当时整个欧洲战区 德军最 整个美军最强大的第三军团 他认为迟早会跟苏联开战 也因此 他一直主张 以其早打 以其玩打不如早打 所以才被当时他的直接长官 叫做埃生豪 五星上将 把他从第三军团 调到第十五军团 做后勤补击 一个月不到 他出车祸死了 很遗憾 他一直认为 军人就应该死在战场上 可是他是出车祸死亡 但是他当然 他的坟墓 就跟他当年一起 共同奋斗的美军的士兵 站在一起 站在欧洲的卢森堡 可是另外你看看 埃生豪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我觉得 小英政府可以从这里面得到 当时另外一个五星上将 叫麦克阿瑟 他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被免职的五星上将 巴顿只是被调职 他认为在战场上 追求胜利是军人唯一的天使 在战场上 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部下 是他最感到亏欠的 所以他主张直接攻打 中国的东北 可是他当时的总统 杜鲁蒙认为不妥 所以在1951年4月 把这个美国历史上 五星上将 在一夜之间把他免职 所以后来麦克阿瑟说 你免除一个工友 都该视线通知他 何况我是个美国的 陆军的五星上将 可是结果如何呢 小薰这是给 小英政府做参考的 巴顿将军当时主张 玩打不如早打 但最后苏联共产党崩溃了 是 麦克阿斯认为 我们干脆直接就进入 进入中国东北 为什么要等待 为什么要延长这个战线 可是在1953年 另外一个五星上架 美国第34任总统 埃森豪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这是给小英政府做个参考的 7月29号突然 韩战停火协定局 签订了 谁都不知道 为什么韩战突然停火协定签制了 60年之后 2013年 国务院终于把这个最机密的档案 美国最机密的档案 封锁60年 这60年档案告诉我们 就是当你在谈判桌上 可以云得胜利 不一定要在战场上 让人死亡 麦卡瑟认为在战场上 就是要让敌人打垮 追求胜利是唯一军人的手段 可是另外一个五星战将不同意 你知道艾森豪当时做了什么事情 2013年国务院 终于公布了这个档案 才知道韩战 为什么在1953年突然结束 原因是艾森豪 透过印度的总理 驴赫鲁 告诉毛泽东 这场战争如果继续打下去 美国动用原子武器 我会在你的大连 长春 沈阳 青岛 天津 北京的外围 先偷五个人子弹 是 这就是在1953年 艾森豪上任半年 7月23号 韩战突然停火的原因 艾森豪一直认为 如果能够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 不一定要透过军事 不一定要透过死 所以我觉得今天 当川普这么强烈的 这么右派的 这么激烈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台湾更需要谨慎 这是我再度肯定小丁的原因 他没有因为 我们37年来第一次跟美国总统通电话兴高采烈 他保持低调 这是对的 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有的风范 因为你不是战场上的将军 在战场上将军追求胜利是唯一的任务 而且没有任何可以取代 但身为一个总统 就如同艾森豪从五星上将变成美国总统之后 他宁愿选择在战场上做不到的事情 而在谈判桌上可以夺回 所以我觉得今天当我们看到 几乎所有从司法部长掌握FBI的 Jeff Sison到CIA的 目前的将来将接任的 凯撒斯州的Congressman 众议员就是我刚刚讲的Mike Pompeo 这些都是右派的极端的 而且都主张对美国更要强行监控的 在这些掌控之下 我们身处两大墙之间 千万我认为小英 到底不愧是能够在WTO谈探代表出身的 他保持冷静 这是我要给予肯定的 最重要 我必须提醒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 美国这个国家是靠战争起家的 如果没有1947年的美墨战争 今天美国最大洲 德州不会成为美国的 没有1898年的美西战争 今天他拿不到关岛 拿不到菲律宾 所以如果没有1847年的 这个美墨战争 他第一个拿到德州 成为美洲最大的强国 在1898年美西战争 他才用他的影响力 进入了今天的所谓的亚洲 一次大战 欧洲国家全垮 美国站起来 二次大战 全世界全垮 他成为全世界超强 所以对于战争来讲 华尔街最有力 因为美金永远不会点字 强势货币 军火商最有力 所以当别人制造战争 真的是有很多人会很痛苦 但是有很多人会发财 我们看看今天的叙利亚 看看今天的利比亚 看看今天的伊拉克 我觉得 小英今天在接到这种电话 没有高血压 也没有抽分脑袋 反而很平常的 很正常的告诉过 不会因为这种电话 改变目前所有的现状 所以我觉得 平稳 在一个新当选 可能 你说他作秀也好 或冲动也好 或是一个商人也好 他基本上提出许许多多 新闻的观点的时候 我们更要保持一颗冷静的心 这是我可以说 小英在这场 一方面突破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被忽视的情况 但一方面他能够保持冷静 这是我觉得不分难绿 套用阿扁总统的一句话 这时候该给小英一点掌声 该给他一点掌声 但是包括在谨慎而为 包括在逐步渐进的过程当中 其实基层的想法 等一下博文会告诉我们 北部 中部跟南部 事实上会有不同的看法 刚刚沿着这个杨树大哥 告诉我们的 来自于这样一个架构里头 国防部长 包括国土安全部长 还有CIA中央情报局局长 包括了司法部长 以及现在呢 布兰斯带 这位习近平长期30年的好朋友 那么也曝光 也确定了联合国大使 交易部长 财政 商务 环保 包括了运输 卫生 以及大家认为说 你知道吗 最近已经很多的 台湾的民众来自于海外 开始招商 说在川普当选之后 美国的许多的商机是无穷 尤其这一个 住房及城市发展部部长 位居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小型汽管局局长林达 好 在曝光还包括这三位 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特别注意到了 幕僚长 还有策略长与资深顾问 鹰派抬头的同时 怎么去看 包括了国家安全顾问 跳脱传统的共和党的政治幕僚 到底川普打算怎么塑造新的美国 所谓的美国的伟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主义 在世界各国当中怎么对他另眼看待 包括世界的局势 川普到底怎么进行改变 我们继续来看 他所公布的那个名单当中 今天还有一个惊喜 那是小型企业管理局局长 就是这位林达 这个您知道 您对他了解多少吗 这位企业家 美国职业摔角娱乐公司 前CEO林达 麦马红 我们来看这个VCR 在摔角舞台上配合表演 被博导的演技潮逼真 这名女子是美国世界摔角娱乐公司 前CEO林达 麦马红 现在被川普言览入阁 曾模仿川普经典名言 又是八岁的女企业家 未来将担任小型企业署局长 负责对美国2800万家小型企业提供协助 但麦马红夫妇和川普很有渊源 两人多次在摔角舞台上互动 2007年 他们曾举办一场亿万富豪战役的摔角比赛 结果代表川普的选手赢了 麦马红也只好愿赌服输 在擂台上 川普把麦马红的头发剃光 双方的特殊交情也曝光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麦马红夫妇曾捐献数百万美金 到川普慈善基金会 川普多次传出挪幼基金会的款� 支付个人开支 虽然琳达麦马红是本能正式就任 还需要获得国会参议院的同意 但彼此间特殊的政商关系 再先酬庸争争议 好那个人是在一一拍板定案的同时 在国际形势似乎也在转变当中 那么司徒文我们看到 美国过去一个中国的政策 他认为是错的 来自于AIT在台协会的前处长 司徒文是这么说 他说其实他强调 美国从来没有讲过中国拥有台湾的主权 包括美国众议员认为 决定自己为了前途是台湾的天赋人权 这是来自于美国纽约州民主党的众议员 艾瑞特斯格尔 他特别强调 这是透过12月6号 美国之音的访问时 他传达 台湾人民完全有权 期待美国保护他们 美国不应该不管台湾人民 他说他一点都不担心 川普跟蔡英文电话 所引发的中国的反击效应 他认为尽管美国支持一中 但是这是美国跟北京建交时 所拟定的政策 他们认为台湾人民 还是有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来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情势的发展 对啊也就是台湾的一个主体性 从从来没有国际社会 民主国家的国际社会 所重视 或者成为一个议题在讨论 到这是从退出联合国以后 至今普遍的现象 也就是一个中国政策 它等于遗忘台湾 这种对台湾非常不公平 也是不人道的一个对待 在未来至少有一点突破 也就在一个中国政策下 你不能无视台湾 自由民主体制的存在 跟作为亚洲最重要的 自由民主共和国 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这一点对台湾来讲 和其重要 也就是大家必须要开始 观看台湾的发展 重视台湾在国际 最重要在亚洲 所扮演的部分的角色 所以在这个时候 当中国会稍微有焦躁不安 所以我今天看到一篇 朋友跟我讲 在脸书上说 现在有一个普遍的叫 川普焦虑症 中国到现在为止 已经电话了一个礼拜 保持得非常安静 你说在12月3号晚上 对 十一点钟通话之后 通话以后到现在 将一个礼拜 基辛吉都说肯定中国 异常的冷静来面对 他这个肯定当然也是 等于是希望中国继续冷 不要暴躁起来 不要做出短时间对己 对别人不利的行为 我也认为不会 因为有几个最终而言 我相信中国可能根本不认为 这个电话是一个突发 或者偶然的事件 不是一次事件 他现在最要防范的是 这样子的事情 未来我第一时间所说的 常态化 也就是对台湾地位的 逐渐重视成为一个常态 不管叫总统台湾 或者叫这是一个国家 等等的概念 如果成为西方民主国家 那个常态 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很严肃的倒退 第二个就是国际化 其他国家的领袖 其他国家的做法 会不会随着美国 有一些模仿的作用 如果中国没有给予 在美中之间 经过这样的行为 一些反应 其他国家就觉得 我也可以啊 因为我总觉得台湾 是一个没有被正常对待的 这个国家 所以中国一定要防备这一点 它重也重不得 轻也轻不得 所以对于一中一台的 我们讲那一个长远 对台湾来讲重大的目标 台湾根本不必急迫 因为现在真正的 就如同我曾看过一篇 也就是这个美国 就是川普的安全顾问 叫Ramsey 我曾经看过他一篇 有一位中国旅美的学者引述 他特别说到什么 他的标题是这样写的 说对于北京来讲 他现在要思考的是 维持一党专政 是不是比一个中国更重要 是 换句话说 一个中国对他来讲 是核心价值 可是北京必须思考 就本身利益来讲 维持一党专政 是比一个中国原则重要得多 这样子的意思 当然跟川普不断强调 他不会再继续去颠覆 其他国家的政府这个政策 因为我不相信美国会 在中国做这样子的事情 他在全世界 他在美国各地讲都说 过去美国在全世界 去做这样子颠覆政府的事情 都是不应该的 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 要对付的敌人是谁 否则的话 你把伊拉克推翻了 产生恐怖主义 你现在想要继续推翻 叙利亚政府 接下来对美国也不见得有好处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真正要对付的 对象要搞清楚 我相信中国应该清楚明白 这一类的论述 也就是中美意识形态 川普自己都讲了 有那个有一部分是不可协调的 也就是过去欧巴马之前三四十年 美国或西方政府一再的 我们叫做姑息主义 是 因为中国的强大 跟其他重大的利益 暂时让台湾 所谓不公平待遇 成为可以忍受 是 这个你要晓得 二十四年大战之所以爆发 西方当时的西方国家 对于暂时希特勒的挑衅行为 采取的完全一样的思考逻辑 暂时姑息 因为有更重大的利益 我们必须要 先允许希特勒 在他周边做他 自己做 因为否则的话 我们如果姿态摆高 我们会破坏 大家的和平 直到奥地利 以及捷克 受到军事完整的威胁以后 各位都知道 那个姑息主义就翻转了 就成为不能允许 这么明显的侵略行为 是 台湾现在 所以杨老师 处在这么一个 我们如果再去看 最近比如说十年前 中国所放出这个大国的相关的VCR 对照现在的处境 你会发现 世界各国许多的政策 包括中国自己内部的政策 都面临到要重新思考 就像川普现在积极要重新去调整 大战略当中可以看出来 美中台 包括整个世界局势 其实重新调整个策略的方向 路线是非常非常清楚 来杨老师 对 所以未来 美中的关系永远 过去如此 影响我们台湾的 这个地位跟台湾 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台湾不可能自身事外 尤其我们现在 成为最重要的参与者 参与的改变 所以未来的变局是确定的 我们可以不要去理会那些疯狗咬人的行为 比如说有些媒体在讲 我们中国可以秒杀台湾 然后他还可以用盒子威力 阻止美国任何行动等等 这种宣传式的口气 我们可以完全不要理会 这个都是 只是开门狗的这种叫嚣行为 他一直在这里叫 当然我也希望 当以后未来不断有这样子叙说的时候 我们台湾一些退休的将领们 是是 可以稍微回应一下 为什么你们主政了台湾三四十年的军队 可以被中国军队秒杀 这一点我们希望他们来帮我们回答 这一点因为我实在觉得很遗憾 中国军队怎么在你们退伍之后 没多久这样子被看衰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变局中 目前参与文表现真是可圈可点 谢谢杨老师提出这一点的省思 但是士大夫今天投书到新台湾加油 他所看到的是什么 这是刚刚美国众议员特别提到的 台湾拥有天赋人权 民进党的我想核心价值 更多台湾老百姓核心价值非常简单 台湾前途 台湾人民自己来做决定 所以如果在这个舆论的状况之下 认为你一中长期就是个大骗局的状况之下 一中一台就是国际必须面对的现实状况之下 那起码了 士大夫这个投书我要告诉 等一下稍后细细的告诉官员朋友 但是呢 我一直说 如果在这个国民党已经把公投 变成这个新型的运动 全台湾在造势的过程当中 搅起了另外一波 人民去关注的焦点的话 那这时候民进党 你怎么因应这个国际局势的一个转变呢 我们先来听听看 我稍后有一则非常关键性的VCR 告诉官员朋友 这个VCR里头所凸显的是什么 由相较的比较之下 从13年前的场景到13年后的今天 你可以印证的是国际媒体热搜台湾 国际媒体关注到台湾长期的一个困境 可是现在看起来 台湾的困境依然是存在的 稍后这则VCR我们持续为你做分析 但是听听看 川普今天又怎么狂飙中国了 那么继续各位来宾帮我们做补充 我们来看这个大现场 The nation of China is responsible for almost half of America's trade deficit China is not a market economy They haven't played by the rules You have the massiv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tting unfair taxes on our companies Not helping with the menace of North Korea like they should And the at will and massive devaluation of their currency and product dumping Other than that they've been wonderful right I am now honored to welcome to the stage Our next ambassador to China Your governor Terry Branstad 川普让世界局势因此改变 川普要扭转这个中美的架构大战略的过程当中 让台湾要居一个更关心的战略位置 这是不容否认的 但是由国民党现在所发动的公投的行动当中 你看到他所锁定是 反核实全国性的公投将以12万份联署书为目标 他们现在一周已经回收据说有2.5万份了 你可以看出来在各个不同的场合 不管在捷运的公馆站民众联署 从这些公开的场合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决心包括他们的力道 但是由士大夫投书到新台湾加油当中 他怎么看待 大家都说台湾的未来应有2,350万的台湾人民共同决定 我为什么特别提到来自于国民党所卷起的新型的运动公投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民进党要顺势推舟 把台湾的关键性的地位透过了公投来做决定吗 这个时间点应该怎么看 包括所谓的公投项目是什么 国民 国歌 国企吗 在世界各国这样的案例其实非常非常多 我们看到士大夫投书到新台湾加油 他说台湾的未来应有2,350万的台湾人民共同决定 但著名自决在1983年的立委选举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恫吓在讲自决 就要判7年有期徒刑 2003年底 民进党政府推动史上第一次的全民公投 换来的是美中在部闻会的共管台湾 前不久澎湖刚刚举办完第二次的博弈公投 现在又有国民党的副主席要推动反核时的公投 如今公投已经是台湾民主化的进程 不再是洪水猛兽灾难或者是战争 有85%的民意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议题 将是未来台湾民主运动的主流 政府不变做就有民间来做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请教是 基杉怎么看现在国际局势改变 曾经兴助大哥就跟我说 基杉就知道你中华民国连的观洛因 都找不到中华民国在哪里 要找台湾才找得到 台湾就是台湾啊 你知道吗 我们的小朋友在这运动赛事里头 举一个布条 台湾就是台湾竟然被制止 所以呢 我儿子就问我了 妈妈我举美国就是美国 是不是会被拉掉 我举越南就是越南 是不是被骂掉 我举一个廖小军就是廖小军 这个不行吗 所以呢 国际舆论越来越有利于台湾 那重点是怎么因应这个情势 来博文基杉怎么看这个经济 我想台美政府 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端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那这个好的开端 会不会因为说 这个阴川的这样的 12分钟的一个热线 就改变了所有的局面 然后所有的东西 换国旗改国号自线证明 全部避其供于一役 我觉得如果这样想的话 也太过乐观 也太过跳跃 我觉得这有点像 超音感美大妖精那个感觉 我觉得这也不可能的事情 我反而其实我相信 这个包括绿营内部 其实也有多元的声音 我当然相信说 有一部分声音就想说 利用这次机会 我们就来冲告帝 自线证明一次解决 这真确实也有 但是我也有听到 同样是绿营的支持者 我知道外出味 对 刚才有一个老闆 他就说 普文 你来民进党的高层说一下 说感情不要一直在放太穿 他说他的生理中是这样的 他说有一个小姐 你跟他抗拳 怎么抗就没抗拳了 平平有一天 手抗拳 跑到房间里面 你本来很欢喜 你知道吗 结果进去房间里面 什么事也没做 结果原来是怎样 原来这个小姐跟他男朋友吵架 你知道吗 他跟他男朋友吵架 他要气他男朋友 然后就把你牵到房间里面去 假装好像跟你很要好 等到他跟他男朋友和好之后呢 又把你摆在旁边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故事虽然听起来有点好笑 可是语重心长 他现在就觉得说 所以他感觉他 协同他的男朋友共同来打击你 也有可能 把你打一顿 我的意思说 这绝对是一个好的开端 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有什么 妄自菲薄 我们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就担持 本来有我们的主体性 我们总统就自己算 但是相当是说 我们也不要说因为川普这个热线12分钟 我们就想说 有很多的幻想就出现了 就我认为小英的态度是对的 就是说 中华民国改成台湾 特别民进党多少人 国歌唱到三民主义 无党所踪 大家都不想唱 可不可以挑一首 我们可以从头唱到尾的国歌 比如说画面当中你看到 就是蔡英文520宣誓 领万人齐唱戒严禁歌 美丽岛 你看这个画面 蔡英文总统跟副总统 陈建仁那时候520就职的时候 带领全场高唱美丽岛 蔡英文这些酸情就说 他说 如果他可以的话 他把这个美丽岛这首歌 当作国歌 来我们边听来听候不闻 这个部分我觉得都 王老师 这个部分蓝绿都喜欢这首歌 这个都可以 挑一首没有争议的 可以为头一句唱到最后一句国歌 为什么不行国歌都可以改啊 中华奥运换旗换歌是可能的 不是不可以弹的 我们 人家不让我们称国歌 我们就把它当作旗歌来用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一步一步的 我是觉得现在 国民如果先不要改 但是我们国歌可以改吧 我觉得这个都 有这么大的争议吗 这个都可以谈 你如果说先从国歌的部分 我们慢慢的来谈 然后进一步的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改国歌等等 这我觉得都可以谈 但是我只是提醒说 不是很多事情 不是说 你现在光看到这样 你就觉得 后面就如你所想的 这么的顺利 我举例来讲 你在拍卖场上 你说旗船也很清楚 我们经常看到 有一些夜市在拍卖 拍卖卖家 他下面一定会有一个坐手 喊手 划手 划手是怎么样 他怕这个东西没人要飙 你知道吗 我就喊底下100 下面立刻有人喊200 接下来就 我人话两把 那应该没有价值 我赶快喊300 就是我有一个喊手 我今天很担心的是说 我们不要变成那个喊手的地位 等到买家卖家成交之后 喊手 你再去找另外一份工作好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对于台湾的前景 包括我们对自己 绝对有信心 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说 因为 就好像大家都在讲 川普是生意人 生意人 他最后终究会评估 他自己美国的利益 你看川普最近讲的就是 by American 然后high American 他讲的都是美国 美国至上 美国优先 美国人第一 所以到最后 他考虑的还是美国的价值 那同样 我是台湾人 我也是考虑台湾的优先价值 在这个棋局里面 我觉得 我们现在争取到一个好的开端 一个新的契机 可是未来我们要实质的 我举例来讲 什么叫实质的 更实质的是什么 例如说未来这段期间 我要看你美国的态度 例如说 我们过去经常要的 柴油浅件 P3C 反浅机 还有这个所谓爱国者三型 过去买不到 我们现在浅件 有没有机会买 好 第二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军购 第二个 我们的国际组织 会不会因为你川普 这通热线之后 因为你跟这个中国 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制衡之后 会不会中国反而在国际上 有更多的空间 这我们可以观察 接下来 在台湾的各项的世界的 一个经贸往来 会不会因为你美国 对于台湾的这样的一个 挹注或者这样的一个 能见度的曝光 让台湾的 在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 更加的顺畅 其实这些都是 也是非常实质 可以观察指标 那另外就是说 这些步骤都下去之后 慢慢的我们当然可以看 那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 牵涉到国旗 国歌 制限 证明这些问题 陆陆续续那个东西 当然也可以铺陈 但是我真的呼吁大家 不要说 听到这12分钟的热线之后 就一股脑的全部摘下去 这个就很像 一下子陷入热链里面 有时候受伤也会很重 是 来 这个 奇迈怎么看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他认为台湾民主运动的主流 政府不变作 由民间来做 民进党的态度很清楚 就是说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蔡总统在就任的时候 在520也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会按照中华民国的相关的 不管是宪法跟相关的宪政 你大概处理两岸关系 这个是大概我们的一个政策的 一个方向 这个大概是不会有什么改变 所以我们不会说因为 这个跟蔡总统跟川普接的电话之后 对于一些重大政策 会有所一些辨解 或者是说 包括说 这个我们也不认为说一通电话 是要维持现状卡住现在台湾的状况吗 呃 请问 我今天有看到自由时报 这个资深媒体的王景宏 他在这个坑枪集当中特别提到 我看到这个标题叫做 扫除虚构承认现状 那其实他认为说 美国如果要求台湾维持现状 却又在虚构的基础上 不承认现状 这是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最大的不公 所以他认为说 川普已经破例 接台湾总统 挫一门的点位 阿科林来就是所谓的 承认现状时代的开始 等于是象征承认现状的开始 过去尼克森跟基辛吉 抓住了蒋介石自命法统 这个他特别提到 汉贼不两立这个把柄 所以炮制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是呢 那是独裁者强奸民意的主张 民主化的台湾 已经推翻这个虚构的图腾 所以呢 如这个美国外交官他们所预言 台湾的民主化 已经演变成跟中国 不同轨道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 美国既没有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却要求台湾维持不正常国家的现状 那个真的是对民主价值的嘲讽 他应该调整现状 所谓调整现状是什么 就是承认现状 你看得出来 这是资深媒体人 那在这个自由时报 就是王景宏 他特别披露了内容 所以呢 小英怎么去因应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我们所谓的一个现状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一个现状 那同时也是一个确保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一个现状 这个是其实对台湾2300万人最重要生存发展的一个关键 但是呢 其实在1979年 当时季辛吉推动跟中国建交的过程里头 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大外交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因为整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改变 原来是以苏联为主的一个战略竞争对手 那季辛吉基于整个国家利益的一些考量 就跟中国建交 那这几年其实整个包括国际局势也没有 中国无疑的成为在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一个潜在的 不管是安全的一个威胁 或者是潜在一个战略的一个竞争者的一个角色 所以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必须是基于说 在美国它地缘政治 在它整个一个国际的一个现实主义的军事的原则 就要去做一些调整 那我们看到说它的一个人事布局里头 包括刚刚这个石秋大哥所提到 土博斯 巴农 柏林 那以及他即将出任 也在传闻说他即将出任这个 包括他国务院的这个国务卿 佩翠斯 国家安全顾问 还有这个国防部的部长 当然有很多过去是在 这个军方所服务的一个背景 那以及说这些包括过去林中斌教授所提到 其实我们的了解 他有很多他的幕僚都是反共 所以在整个地缘政治来看 其实台美之间的一个往来 跟整个地缘政治 包括说我昨天在讲到 这个川普其实我们要打电 这个双方的一个通电话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跟总统通电话哪那么简单 一个公安公司就可以 直接跟总统通上电话吗 那你总是要经过白宫的幕僚长吧 你总是要经过层层的这个 包括他国安团队的一个筛选 所以川普不是乱打电话 他是当然是一定是基于 他整个一个外交策略的一个拟定 包括他跟普丁 包括巴基斯坦 包括接见安倍 包括台湾 你看从整个地缘政治的一个观察来看 事实上台美的整个包括在区域南海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跟台湾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今天其实大家忘了一个活动 是蔡英文总统去出席内政部的 有关南海史料相关的一个档 总统也做了一些宣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包括你说南海的问题 或者是这一个太平洋地区等等的一个 美国地缘政治一个川普的 包括他的一个所有的外交跟国防等等 相关的他的国安的一个幕僚的 他的整个一个战略逻辑的一个思考来看 其实台美的这个利益 假如跟他美国地缘政治一个利益 我觉得假如这个部分 其实就川普上任 这是对台湾来讲是有利 但是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部分 可能大家比较 没有去特别注意到就是说 你从我们整个出口市场的部分来看 我们出口最大是到哪里 是中国大陆 第二名是香港 两个加起来大概3.4兆的美金 我们对美国的出口 它是我们的第三大出口国 是大概在我们出口的 是国家的比例大概12% 大概是1兆美金左右 那换句话说出口的部分 最仰来的还是美国 好 那我们的 这一个出口到中国大陆 几乎超过一半以上 是转口直接又到美国 那美国跟中国大陆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 是2887亿美金 那换句话说 以美国制造或者是保护主义来讲 对于经济的一些冲击呢 其实既冲击到中国 今天这一个包括川普 他还在这一个北卡 前面讲这个是非常关键性 北卡还在北卡的卸票大会 他还讲说 中国是历史上最大的工作窃取犯 那在阿拉伯州 他也特别提到说 包括关税也好 这个利率也好 或者是汇率也好 等等这个部分 还在延迟在批评中国 所以你看川普 他从卸票包括打电话 他其实矛头是针对中国 对台湾来讲 当然是机遇也是挑战 机遇是什么 我们台美双方的安全利益 其实跟他地缘政策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就商业的利益考量 假如美国制造这个成为 川普的整个一个经济发展力 一个主轴的话 那这个对台湾来讲 我们的经济连同 因为我们跟中国的依赖度 太大太大的状况之下 其实对台湾来讲是威胁 是所以 其末 叶旺辉特别提到 未来美国 对中国的经贸谈判 会更加强硬 所以叶旺辉跟蔡总统见面的时候 是特别提到这个部分 对我们来讲 当然是有机遇有挑战 但是大家会联想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 我们台湾必须准备好的一个部分 谈判会更加强硬 那中美之间可能所爆发的经贸大战的可能性 那当然也会波及到台湾 是波及到台湾 所以引述刚刚其脉所讲的 川普昨天就是在爱荷华州 他参加选后第三场的公开卸票大会当中 再次提到的中国 因为川普一方面认为 中国跟美国必须改善关系 但又批评中国的经济 克北韩的外交政策 川普都认为 我们一定要改善重要的关系之一 就是跟中国的关系 中国不是市场经济 他完全不按照规则来玩 所以在选举期间 他不断的批评中国 那么上周跟蔡英文通话之后 被认为惹恼的中国 所以他等于继续在批评 你们中国大量窃取智慧财产权权 对我们的企业课税是不公平 不尽则的帮助处理北韩的威胁 好 川普认为任意的大幅度的贬值 货币这个人民币 包括倾销产品 他认为要不是他们的话 其实这个国家真的是很棒的 要不是这样的话 这个国家还是值得交往 川普在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 关键性的画面要告诉观众朋友 其实台湾还是位于处境 包括了美日的夺岛影片 这个时候来曝光 以及中国的解放军 今天又公布了最新画面 这个形式应该怎么看 还有呢 美日联手受潜见给台湾 这是可能的吧 休息片刻继续回到我们现场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墙 无需多言 而这批精锐之师将有 日本版图地 挑动中国大陆 敏感神经 日本将在2018年 新设一支被称作 两栖快速部署旅的部队 该部队假设将在未来可能与中国 进行的岛屿争夺战中 发挥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媒体公布一段最新画面 美日两国在总统大选期间 举行长达12天的锐舰演习 出动3.6万兵力 舰艇20艘 飞机260架 美日之间最大规模联合军演 为日本组舰两栖快速部署旅 累积经验 这次演习首次以两栖夺岛为重点 范围覆盖日本本土 这支日本版的海军陆战队 将拥有2-3000海陆空作战精锐 美国师傅帮忙训练之外 日本政府也准备出云号 准航空母舰等硬体配合 中研判 川普上台后可能给日本军事力量 更大发挥空间 中日各自母舰 亚太局势增添更多 不稳定因素 好 观众朋友 今天联合晚报 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头条新闻 我们等一下告诉观众朋友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台湾在跟川普通电话 蔡英文总统被川普总统 称上台湾的总统料 国际的舆论局势 似乎告诉观众朋友 局势正在转变当中 川普有意扭转中美台 传起的战略架构 没有他的大战略改变 没有台湾今天的战略位置 提升到国际这么关键性的位置 如果是变成一个棋子 这个棋子很显然 是非常关键性的棋子 但是我说处境还是非常险峻 这是蔡英文即将在1月上旬 那么要前往中南美洲来进行访问 出访的包括有瓜地马拉 宏都拉斯 好 现在说来自于随行的 有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 国安会副秘书长曾厚仁 代理秘书长刘建新 总统府的发言人黄崇燕 还有外交部的政次侯青山 好 在随行的过程当中 过境 现在说过境有旧金山 有休士顿 前往的国家有萨尔瓦多 有宁加拉瓜 好 这四个国家 那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台美关系 跟过去比较起来更紧密了 为什么 权威消息告诉我们 欧巴马政府驳回了小英政府呢 过境纽约 为什么 很显然在1月20号川普还没上任之前 欧巴马不管在里头的亲中派的大反击 依然毫不给这个川普的面子吗 我们告诉观众朋友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在处境 台美关系这么好状态之下 还是没有办法突破 只是过境纽约 依然被欧巴马政府拒绝了 我们相对来看 这是陈日扁前总统当时的出访纽约 那么突破美方许许多多的限制 从2001年一直到2003年 回顾他两次的过境纽约 我们来看看这个关键性的画面 为什么 跟这次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看关键性画面一一为你解析 这是2001年 陈前总统首度过境纽约 不过美方却是限制总统 不准与侨胞握手 仅能隔着大街欢呼的场景 事隔两年2003年 陈前总统第三度过境纽约 美方解除禁令 准许陈前总统面对面 与侨胞之意现场热烈 让老美知道 侨胞他乡预估之的代客热情 除此之外 陈总统这次过境 不再向前次的参观之旅 只能走访证券交易所 参观大都会博物馆 更没有公开演讲 总统好 谢谢总统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 相反的陈总统这次在纽约 出席千人参会 获班人权奖 连致辞时间都从先前的五分钟 延长到十分钟 再到最后的三十分钟 大选前陈总统的最后出访 虽然美方高层 依旧没有接待排场 不过所获得的实质放宽活动 与限制领域突破 都是一足珍贵 好 这是前总统当时过境纽约 那么跟这一次 没有过境纽约 而选择是其他的城市 到底我们看到什么 从2001年到2003年 不容否认 当时台美关系 绝对不如像现在如此的紧密 当时他过境纽约住宿 还公开演说 2001年是不得与侨胞握手 只能够隔着大街来欢呼 两年之后 2003年我们看到 那么到2003年之后 有20多位 这是一个搭乘专机 20多位联邦参众议员 在国会参加表局之后 搭乘专机 那么特地到晚上10点钟 那么来欢迎陈前 那么陈前总统 那么到访 整个10点钟晚宴才开始 好我们看到 这个当时他赶回华府之后 都已经是凌晨了 这是2003年当时的一个场景 那时候在纽约过了两夜 Tunites 过了两夜 而且可以公开活动 参与国际人权联盟发表演说 包括了你看到会见 纽约市长 美国参众议员 包括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搭乘了纽约 精神号邮轮 跟旅居美国的华侨 共享管业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所以呢 我为什么做这个对照 你从当时的2001年 连跟侨胞握手都不行 只能够隔着大街来欢呼 两年之后的重大突破 跟现在比较起来 你可以想见的是 不是一通电话 立刻扭转群势 台湾的外交困境 依然依旧 台湾的外交 依然是十分的艰困的 来 世伟大哥您看到什么 我会觉得讲说 此一时也彼此也 那当然 美国它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台湾也追求民主 我们也在今年政党轮替 但是小金你再讲说 2003年不要忘记了 2000年可是台湾 政党轮替的第一次 那你说美国它希望讲说 台湾能够在这个民主的过程 能够跟海峡对岸中共 大陆 中国大陆 来做一个区隔 因为他们是追求 民主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你那个时候 政党轮替完的时候 好 陈水扁前总统 他要到美 这一个过境美国 那当然 美国当然会释出 相对的一个善意 但是他也会必须要做 某种的一个限制 因为他还有 中共当局的一个顾忌 他必须要注重到 台海的一个平衡点 所以说那个时候 给陈前总统 他有相对的领域 但是陈前总统 他也会抓住这一个时机 他也能够突破这个限制 然后你看 叫他不能跟 这一个侨胞握手 但是他偏偏 就是突破那个限制 我假惊整一步 然后去跟人家 这样子挥手致意 然后他会觉得讲说 我这个在外交的一个突破上面 有某种的一个意义 可是你看到了 你那个时候 人给你善意 结果你不遵照 当时的这一个 协商的一个背景 结果你到了 你的一个后期 执政的后期 你看到美国是怎么样子对他 做某种的一个限制 好了 那你再看到讲说 今年 今年 我们是第三次的政党轮替 但是美国同样的 他也是政党轮替 从民主党变共和党 但是你看到川普 从选前到当选 到现在就职之前 他对于中共 他是有用意的 他会能够让我们蔡英文总统 突破37年来台美断交以后 第一次美国总统当选人 能够接到你台湾总统的一个电话 的一个祝贺 我相信这有某种的一个意义 当然我们站在肯定的角度 为什么 这对于我们 国民党站在肯定吗 我们当然欢迎 你们不是说已经重启金钱外交吗 对于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利益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都欢迎 但是或许小军你会觉得讲说 前一阵子讲说 那个 这个公安公司每个月2万美金 然后你讲说我们或许会担心讲说 像过去陈前总统 那个八纽案的一个金钱外交 会不会说 当时第一时间 当时第一时间 讲说这个讯息 你讲说以我个人来讲 我就讲 会好 会好 一块两万块 那你相对的比较 李登辉那个时候卡士迪公司 花了多少钱 你们把5月到9月 总共每个月2万块 你如果要叫生意的角度来讲 14万美金 赌尔和川普去奔 川普又奔白宫幕僚长 你说不可能 这个是不是一个荒唐荒谬的笑话 我不觉得 国民党说还重启金钱外交 小军我不觉得讲说 这个笑话还有很多人相信 这个公安公司拿了这笔钱 还要去奔川普 然后川普还要去奔 你像公安公司这一个互动 如果站在生意的角度来讲 我说2万块 能够突破37年来的一个 外交困住 我觉得可以 但是 我们总统府府方 听到了这个讯息的时候 就讲说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事情 咱郑姓祝大哥 坐在普文隔壁 我要关注一下 我们昨天打字有个字打错 郑姓祝大哥 因为他讲话是很道地 所以我们每次要打字 都听到没啥啥 可是我们几乎做到99% 又昨天他就说这个什么 他说十四印 好 要吃的豪 十四万 十四万美金 十四万美金 四百多万的代表 他说如果开几百印 也算的豪 结果我们打成一百万 他讲的是 他说如果开几一印 也都算的豪 何况根本不是一印 国民党应该显然现在 在看待所谓的热线之外 一个新型的运动 正从国民党的副主席 郝龙斌在启动当中 有人说郝龙斌是掛中的 不过让杨自良开始发动 连署之后 郝龙斌的国外 没办法跟进 事实上 这样的一个新型运动 对于民进党的政权 会不会是一波波的挑战 如果日本的 所谓的核灾食品 进入到台湾 这样的一个公投 真的发酵的话 下一个公共政策的公投 会不会在台湾遍地开花 可能民进党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 休息片刻 马上回到我们现场 包括我们看到 所谓的美日夺岛画面 在这时候曝光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海胞王效应也来了 你知道吗 马上回到我们现场 终于等到这一天 南韩国会在台湾时间下午3点 通过总统普警会 听到我们播放的军歌 他就会返回羊圈 另外一支 总统蔡英文也忍不住笑出来 出席收复南海诸岛70周年纪念特展 蔡英文还和南沙指挥官视讯 说的就是岛上的这些鸡和羊 先前才在太平岛人道救援演练 紧接着又举办收复70周年特展 还找来曾经驻守的官兵拍纪录片 就是要宣示捍卫我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 不会放弃主权及我国的合法的权利 太平岛不仅是我国的领土 同时也是台湾为区域和平稳定 做出具体贡献的重要的场域 好 国际情势在转变 来 观众你看到我手中拿到 这是今天的联合晚报的头版 那这个头版里头说参议院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 欧巴马若签字 美国助理防长以上呢 可以什么 可以访台 可以访台 这是这两天我们特别提到的 如果真的是重大突破的话 院长级以上一方面可以造访到美国 那部长级以上可以访问到美国 甚至呢 是不是包括美国的助理防长以上 都可以访台 我们稍后细细告诉你 联合晚报这个讯息当中传达出什么样状况 加上我们讨论包括了有汪杰明 康仁俊 还有郑世伟 以及何波文带来基层 最底层真实的声音 还有陈其迈告诉我们 目前在整个国安结构当中 怎么面临这个新印情势 尤其是前国安局长蔡德胜 对于这个川普热线 他也提出他的看法 也欢迎杨石秋大哥 加入我们讨论 包括国会观察机器的董事长 杨立明老师 这个地方我请教的是杨大哥 在这个大战略 川普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一波波 有说是中国冷静还没有出手 是这样子吗 海报王效应 张忠谋婉拒资政 有人说刘金标 可能也会接近的 台积电今天投下这个震撼弹 董事长张忠谋 他婉拒单任总统府资政 外界认为 这个海报王效应有关 那么巨大发言人李淑根也证实 就是巨大董事长刘金标 在11月28号也已经晚些担任 资政的职务了 来这个情势的发展 这是海报王的效应吗 看起来又是一个川普效应吗 来杨大哥怎么看 小军其实你刚刚看到 今天联合晚报的头条 在配合刚才齐迈讲 你看到这一次 他的所有的任用的 很多军方的人选 你让我想到 美国第34任总统 1952年 埃森豪共和党 这位美国唯一的 五星上将当总统 很类似当时的情况 原本美国之前的总统 大家都知道 在34任埃森豪之前是渡武门 他们对台湾是非常不友善的 可是埃森豪当选之后 他又用了很多人 跟类似今天川普的背景很像 1954年就先签了 中美防御条约 这是埃森豪 美国第34任总统签的 而且他当时任命的国务卿 就是极端反共的 我说过共和党反共 一个很重要因素 是因为宗教的关系 他当时用那个杜勒斯 那个就是 基本上非常虔诚的 长老教会的信徒 杜勒斯当时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印尼的 开的一次国际会议里面 当中共的总理 周恩来伸出手 要跟他握手的时候 杜勒斯拒绝跟他握手 这也是后来我们看到 1972年 尼克森到上海访问的时候 迫不及待把手伸出去 跟周恩来握 就是要弥补当时 杜勒斯拒绝跟周恩来握手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群人基本上 他们因为宗教也好 或其他的意识形态来讲 他们是极端反共的 另外 当时杜勒斯 1952年 埃森豪当选总统之后 1953年的1月20号 埃森豪就任美国 第34任总统 他除了任命 被称为反共的坚强使用 因为在杜勒斯眼中 他认为共产党就是魔鬼 你知道他弟弟当时 担任什么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类似 勘州的众议员 Congressman 这位 Mike Rubio 出任CIA的局长的话 当时的局长 就是杜勒斯的弟弟 叫Ilan Dulles 你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他认为 这是美国历史上 当然对某种程度来讲 可能你会觉得 不够人道 但他认为 对付像共产党 这种极权的政府 不管是苏联和中共 他们发出的叫做 Special License for Immoral War 在这场非道德的作战里面 你们可以有一个特殊的执照 就是你可以用任何方法 来打击共产党 Special License for Immoral War 这是在1953年 就任当时美国 中央旗情报局长的 Ilan Dulles 所发明的一个名词 叫做 非道德作战中的特殊执照 这也当然后来 给CIA大开扇门 他们该在全世界 监听别人 甚至用美色去引诱别人 所以我就知道 今天如果类似这样子 刚才什么助理国防部长访台了 都不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我曾经到美国 珍珠港看过 因为这是美国参议院 今天以92票同意 7票反对 通过了2017国防授权法案的 会议报告 交由总统欧巴马来签字 那法案首度纳入 美高 就是所谓的美台 高级军事交流的章节 如果成为法律的话 未来美国助理国防部长 或者是以上级的官员 都可以访台 等于突破目前 美国现役军官 跟副助理国防部长 以上官员 不得访台的限制 你知道三世爱森高总统 也是美国 唯一访问台湾的总统 当然那时候 因为台湾跟美国有外交关系 而且杜勒斯 也亲自到台湾来 当时的国务卿 亲自到台湾 签订了1954年的 中美防御条约 我们在甚至面临中共最大挑战的1958年的823炮战的时候 事实上从国务院解密的党案 小军你知道 他们运来可以携带核子弹头的屠牛式飞弹 那是战术核武 你到珍珠港的纪念馆 还可以看到现在摆在那边做展示品的 也就是说 当一个军人出征的 也是共和党的艾森豪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 当时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是采取一个非常非常强硬的态度 如果刚才 齐麦所举的那些 其实也都有类似这样的背景 大部分军人出身 而且是极右派 而且在宗教信仰上面是极端反共的话 将来两边的关系 其实来讲 说实在 他可能会对你力挺 但相对来讲 今天的中共跟1950年代 中共在某种程度军事实力上 又是大可不可同日而言 因为从1964年 他们有了核子武器 1970年他们有了中期弹道飞弹之后 我倒是 很愿意用一句话 送给今天小银政府 也给我们外交政策做参考 明天就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 我记得有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讲了一句话 刚好可以给小银在执行我们 不管是对中国大陆政策 对美国大陆政策 一个最好的效果 可以参考的方向 1957年有一个非常潇洒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叫卡密尔 你知道他讲了一句话 很适合今天台湾外交政策 卡密尔跟沙特都是诺贝尔文学奖 而且都是存在主义的大师 很多人崇拜他怎么讲 请不要走在我前面 我不会追随 你也不要跟在我后面 我也不想当领导 请你站在我们旁边 我们一起做朋友 我觉得台湾 你不要走在别人前面 人家不会追随你的 但是也不要跟他后面 不管是中国大陆 或是美国做看门狗 或做哈巴狗 你要跟这些 不管是中国大陆 或美国或日本 请站在我们旁边 我们一起做朋友 我们的利益 如果彼此重叠 冲突就会减少 我们的利益 如果相差太大 坦白讲 这个时候 就会可能引发一场冲突 我再次强调 1950年代 埃森豪当选美国总统 对台湾是最有利的 可是他所面对的中共 不管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实力 跟今天2016年的中共 都不可同日而言 所以我们外交政策 就像卡密欧所说的 请不要走在我前面 我不会追随 也不要跟在我后面 我也不想领导你 我们站在旁边 我们一起做朋友 所以我想小英政府 如果从这个角度 对美 对中 对日 都采取这样的态度 不要坐在后面 当哈巴狗 走在前面当领导 不可能 做朋友 我觉得利益重叠 这个朋友可以长存 利益不重叠 坦白讲 冲突就可能诞生 那你怎么去解读 我刚刚特别提到 2001年到2003年 在2003年 当时的陈日贬前总统时代 台美关系 不像现在这么紧密 更不用说台美日 这种所谓的同盟关系 像现在如此互动的频繁 那现在呢 当时的匾时代 在外交上 他的出访到纽约 我刚刚秀出这些场景里头 你可以看出来 他一道道 做出了重大突破 可是你看现在 你反而 反而因为权威人士告诉我们 原来是欧巴马政府 根本不让你过境纽约 这样的一个讯息 你觉得呢 到底是传达出什么 现在的情境 现在的台美关系的处境 应该不会比当年 13年前来的糟糕啊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讯息 传达出什么 还是现在的欧巴马政府 因为川普还没有上任 他还是没有办法 挡得住 所谓的亲中派的大反击吗 亲中派过去长期以来 我们也知道lobbyist 你说各个公关公司 会游说 中国游说力量更大了 那更大了 所以我们说 不只是军事的不对称 长期以来 不管对台湾 对美国的游说 中国对美国的游说 这还是一个不对称的金钱战争 为什么呢 来杨大哥 小军官局阿扁那两次例子 跟欧巴马不太一样 是欧巴马事实上大家非常清楚 他是华尔街支持的 就如同这一次 华尔街反而支持了 当年他没有支持的希拉蕊 小布希是德州州长 小布希本身是军火商支持的 还有实任商人支持的 美国一定要记得 德州出身的大部分的政治人物 是跟军火商跟石油商有特别密切的关系 小布希的爸爸记不记得 在1992年卖给台湾最好的武器 F16AB型战机 是 那不是爱台湾 因为他当时需要解决 当时德州大量的实业工作机会 他卖了最大量的武器 可是1992年 他因为碰到了三方对手 包括Ross Perro 他输掉那次连任 所以小布希当时跟 我想起卖当时 是在政府高层 其实后来我们跟美国 是要卖相当多的武器 只不过 其实有很多武器是相当必要性的 我必须要说 当时的武器 对美国来讲 是有帮助 但有些很多武器 对台湾在国防上面 是坦白讲 非常非常重要性的 可是因为当时 并不是完全执政 所以那些武器 凭信任论没有买成 但是也就告诉我们 小布希能够给你更高的履义 甚至在2004年 阿扁连任之后 都可以给他还不错的待遇 就是因为 我们付了保护费 但我觉得 就像我说的 当朋友就是利益要彼此重叠 我们今天必须要了解 刚才小军特别提到 像美日的今天联合军约 小军大概 大家都忘掉了 其实日本人 早在90年前 就制作航空母舰了 你看二次大战 在整个中途导战役 日本就有四艘重型航母 至少将近十艘的轻型航母 中国大陆到现在 自己制造的航空母舰 大概要三年后才能出炉 原因何在 像这种战争性的武器 平行游轮 它不是一步到位 就如同今天的 中国大陆即使要造一个 类似当年二次大战 德国的暴行坦克 都很难 因为它装甲方面的技术有困难 所以在传统武器方面 中国大陆跟美国和日本 我必须很诚恳地说 是没有办法向抗衡的 中国大陆这也是为什么 后来他们集中权力 来发展所谓两弹一星 一个是核弹 一个是飞弹 一个是人造卫星 所以如果扣掉核子武器的话 基本上在传统武器上来讲的话 1982年 有一场战争被称为明日战争 就是叙利亚 在第五次中东战争 Bakka Valley 小军你无法想象 以色列一架分机没有损失 以色列摧毁了叙利亚 在Bakka Valley 这一子所有的空军基地 包括它的战机损失83架 它27座的沙姆 飞弹机地全部摧毁 就是称为所谓的明日战争 那就是靠电战技术 它当时利用美国的 包括E2C和波音737 707改编的一些电子侦测机 一举摧毁了所有叙利亚的空军 原因何在 就是因为你看得到 你看不到我 我看得到你 所以1982年的Bakka Valley 这场第五次中东战争 从此没有中东战争了 因为在这个电战技术上面 所有中东国家都知道 后面以色列的最大王牌 是美国人支援的电战技术 其实中国大陆非常清楚 它的这一方面是没有办法跟 对美国跟日本抗衡的 完全没有办法 那今天曝光的消息里头 就是政府在力推国舰国造 可是现在传出说 在这个潜舰轻狂不接的时候 有可能日本采购潜舰的部分 说部分的绿营人士在推动 就是说美国先向日本买苍龙舰 装上了美军的作战系统之后 转卖给台湾 苍龙级的那个潜舰 又有这个东亚最先进的 这个水下杀手之称 在鹰川热舰之后 现在传出说 美日联手卖潜舰给台湾这个构想 现在被揣测 多了一份可能性 小军请荣熊 说一句话就好了 我在这里非常诚恳 我不是军事武器专家 我也不是军事专家 但我评我一个最起码的商业行为 小英政府千万不要潜舰潜造 国舰国造或是飞机自己造 因为台湾的军力 没有办法负担你有研发费用 全世界跟任何跟美国在做军备竣赛 全部会垮台的原因是 因为美国这架飞机可以做出一万架 因为它可以同时卖给日本 可以卖给台湾 可以卖给菲律宾 可以卖给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还可以转成商业行为 所以当它1985年国防预算一增加 这个国家崩溃了 我请问台湾如果要发多少研发性的 我们当时为了中美断交 我们去发展出的IDF到最后如何 原因就是你没有市场 你的特殊技术 如果希望经过美国取得或日本取得 你这样外销出去 你都要经过他们的同意 所以我真的希望 或许对你的民族制度一起有点难过 所以我们又没有国建国造的能力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核心技术合作 还是真的每日要挺台湾 我认为当今天这个所谓战链地位 在第一岛链必须要挡住中国大陆的话 它必然会提供你 就如同我们在 我刚刚讲的 爱生豪时代 它给你F86军刀机 全世界第一个用飞弹打下米格17战斗机的 不是美国不是苏联 是台湾 因为当时它提供的就是 最好的飞机 最好的武器和最好的装备 原因是因为它需要你 而且全部免费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是国建国造以台湾今天的经济实力 和台湾今天整个国家的预算的配置情况之下 你发展这种武器光研究 而且将来卖出去 到底能够有多少市场 像我所说的 日本它都没有办法独立去建造一个特型的机种 而必须要跟美国合作的话 台湾要独立去完成的结果 我认为即使完成 我们的国家预算可能都没有办法附和 因为全世界在军事武器这方面 真的 这是只有美国 才能够 因为它的市场够大 它造的架数够多 更重要它的国力能够附和 还同时可以转变成商业 变成另外一种商业贸易 作为它输出的工具 是 所以这是杨大哥所提出的观点 那仁俊呢 你觉得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消息呢 锁定仓龙级潜舰 这个消息在今天曝光同时 你看到了什么 其实我们过去在讲这个国舰国造的时候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要做一个潜舰 你到底是要做这个舰体的这个设计 还是你要包含作战系统 或者是它的水下的推机系统 你要一并设计出来 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大家有在讨论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找荷兰的厂商 因为荷兰有卖我们两艘这个舰龙级的这个潜舰 来我们协助我们做作为舰体的设计 那另外其实在过去也有提到说 我们是不是跟日本寻求技术合作 也就是把叉龙级潜舰 过去潜舰希望荷兰来协助的过程当中 因为中国的打压 所以也有泡汤了 你知道拉法业在购买的过程当中 也是因为中国的打压之后 停滞了一年 最后在恢复之后 据说佣金也有相当的程度 付给了中国官方 所以拉法业的采购才从此可以启动 来继续来报告 所以在过去的时候 我们也有讨论到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跟日本 取得所谓叉龙级潜舰 它的自己 我们现在所讲到就是说 它的在水下推进的这个系统部分 是不是可以移转给我们 但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谓的叉龙级的这个潜舰 你如果从这个 它的这个排水盾位来看 事实上很多人认为说 我们有机会去跟它取得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设计跟制造 基本上是针对太平洋的水文 跟它的水域的特性的状况 而我们跟它处在同一个地方 过去我们跟欧系的买的时候 事实上有一些水土不服的状态 如果透过这个看起来是可以 第一个你可以很快就进入到服役的状态 第二个是它有一个号称叫做 全球最先进的常规潜艇之一 事实上我们现在在讨论叫做裁电潜舰 裁电潜舰有一个很大的坏处 就是说它理论上是用柴油引擎 可是柴油引擎 你就必须跟空气在一起 所以以前你知道就裁电潜舰 它其实都是在水面上起来的时候 然后吸了空气开始 然后我们用很多的电池在旁边 所以当我电池除保电的时候 我们潜舰就潜到水下面去 可是这种状态来讲 事实上你撑不久 你只能大概撑三天到四天左右 你的这个财电潜舰 它就必须要再服役 因为你还必须让它的 这个柴油引擎给运作 第一个所以它在水下待的时间短 第二个就是说 你如果这个时候状态下 柴油引擎运转声音又很大 你又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这个状态 以日本现在来讲 它的这个所谓的参隆级的潜舰 它就是使用了一个叫做 绝气的推进系统 这个绝气推进系统的意思就是说 它比较采用叫做一个斯特林引擎 也就是我利用这个所谓的 在气缸内气体的这个反复的热胀冷缩 让我产生机械性的运动 切齿而产生动能 另外其实另外还有 比如说像燃料电池 或者是我们讲说 封闭的循环式的蒸汽 涡轮这个 其实都是现在看起来 就是能够让它 能够在水下运转长一点的时间 到一个月甚至到两个月的 因为它不需要换气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 事实上过去日本 你知道我们研发是一件事情 重点是你研发完 你要有市场可以卖 否则你卖不出去 你那个研发的费用 全部都要自己吸收跟负担 日本当时暢龙期检建 就遇到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2014年的时候 澳洲讲说它要买12艘 日本它就很开心 你知道它就努力的去推 那时候为了这样子 因为它还放宽了 这个武器输出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结果后来澳洲没有买 澳洲后来去买了 这个法国的系统 但问题就来了 过去一段时间 包括我们在讲国建国造的时候 曾经希望能够寻求 跟日本这个协助 有一派的说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还是比较喜欢 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战系的系统 因为它就是一个 作战系统的问题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还是跟美方这边买 但是潜艇的部分 不见得由美方来卖给我 也就是潜艇的主体 由日本这边输出到美方 到了美国那边去进行 这个组装它的作战系统之后 再卖回到台湾 因为这个作战系统 我们也是比较习惯的 这里面牵扯到 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 事实上过去 因为我们一直想要买潜艇 你可以看到就是基于 这个所谓的美国的 很多的这个想法 我们一直受到所害 只有在2001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跟中国大陆 在这个南中国海那个地方 因为它的EP3 它的电子侦达机 跟这个日本的 跟这个中国大陆的 歼8-2型的战机发生差状 然后两方搞得不开心的时候 美国当时就觉得说 好 没关系 我就卖你八艘 卖给你台湾八艘 但是美国后来反悔 美国后来反悔 有一个说法是讲说 因为当时 我记得在2001年4月份的时候 美方要我们一次开出 这个军购清单 潜艇是一个第一顺位 那个时候 李登辉前总统要买 但是美方不卖 但是呢 扁时代台湾要买 少不惜批准的 但是难以反对 所以现在我国呢 四艘潜艇 两艘是古董艇 根本不能够打仗 另外两艘是荷兰的 也已经是三四十年了 必须都是要太旧关心 也就是说 现在八艘足以保卫 四面环海的台湾 但是不管是防空 不管是制海 不管是反登陆 反封锁 这都是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当中 恐怕灭你的 国防的新战略 是 那当时其实美方 有一些他的考量 公开的说法是讲说 美国讲 我已经到了 核能潜艇的地步了 那我现在回去做 这个传统的裁电潜艇 他觉得第一个 时程 包含我生产线要重开 还有安全问题 事实上都要作为考量 所以他就把这个计划 给暂缓 可是另外有一个说法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 在马政府的 后来的这个执政时期 虽然我们不断的在争讯 可是美方认为说 你台湾跟中国大陆 你有一种亲中的政策 让他觉得就是说 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先进的武器 再卖给你之后 你反而泄密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作战系统 基本上跟美方是另一个的 所以我资讯其实是会互换 那过去我们用那么多的 什么泄密案 或干嘛的一大堆 美方他其实是有顾虑存在 好那现在问题就来 现在如果从这个美国的 新的政策来看 事实上美国似乎 他跟中国大陆 是有一些不要讲对决 他其实是有一些要互别苗头的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有一个说法是说 如果日本这边 他可以把这个苍龙级的潜舰 卖到美国去 由美国组装这个作战系统之后 卖回到台湾 他形成一种叫什么 美跟日联手互台湾的一种感觉 美日协访台湾 当然这样一个做法 有没有可能成功 因为另外还要回来看 你觉得美日挺台湾 挺到这种程度吗 还是完全是第一岛链的考量 其实台湾本来就是在第一岛链之间 可是也因为当时的亲中的政策的关系 很多人会 美国那时候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把台湾逐出第一岛链之外 因为他认为这个会是一个破口 现在我们要不要重回到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状态是 因为潜舰它毕竟是属于攻击型的东西 它不是属于防卫型的 过去美方所卖给我们的武器 都是以防卫型的为主 现在他如果愿意走这样的一个模式 即便或者是由美国直接输出给我们 或者他就转过一个地方包回来 他其实都有具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象征意义 非常谢谢这个人俊 好在给杨老师镜头之前 告诉官员朋友 这是全球所关注焦点 南韩总统蒲警惠 卷入了闺蜜门 崔顺时的干政丑闻 国会在今天进行弹劾投票 结果呢234票赞成 反对票只有56票 弹劾蒲警惠成功 但是之后还需要 宪法法院的审理弹劾案 才算是完全过关 在法院结果出来之前呢 蒲警惠将会被停职 由南韩的总理黄教安代理职务 好这势必是明天在全球 大家所瞩目的焦点 那杨老师我们特别提到 美日联手真的是锁定潜见受台 你觉得有可能性吗 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川普的效应之一呢 杨老师 我想这个甚至于跟我都认为 跟这个民进党政府任命 邱毅人作为亚东协会的 这个我相信不只是重叠 谢长廷在驻日代表 而是也有国家安全整体的战略规划 因为他是 邱先生显然是对于国家战略问题 是有非常多的研究 所以可见这一个计划 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尤其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从川普 蔡英文通电话 所显示出来的概念 就是这种所谓武器的合作 武器的买卖 它有个很重要的战略的思考 就是不能让中台的军力相差太大 因为中台的军力差到一定大的地步 就会鼓励中国冒进 这个既非台湾所能够忍受的 也不是美国所乐见的 所以如果有人形容川普 现在对中国的做法叫点穴 因为不需要武打全副武功的 可是找他的弱点照门点穴下去 让他动弹不得 那中国的几个穴道 应该就非常清楚 像这个电话 就是穴道之一 那类似蔡英文的穴道 也有达赖喇嘛呀 或者其他其他的个人 那可是 郝龙斌走进市场 拿着联署书 要民众站出来反核实 工党把反核实当作战场 要三箭齐发 除了号召公投 还要万人包围 共产党党官提议 宣友军警长党官 共产党官要求继名表决 我们现在开始表决 继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何在实力 全民共同 全民共同 何在实力 何在实力 全民共同 全民共同 共分怀愿 何时共同 那么这次的公投法 当然我们 主要还是参考了 民进党过去的提案 重要的是 一般事项这个部分 希望能够降低 它的门槛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诉诸 把议题诉诸 直接民主 全民共同 非常在版本 大家注意看一下 共同有两种主题 人民联署 一种是 立法案 立法案 提案 全一通过 然后送给行人员 去办公投 那这过去这条路 完全不通 所以他要把改为 四分之一的立法案 提案就要办公投 也就是说 国民党现在不到三分之一 他要四分之一就可以公投 立法案提案就要公投 这个不通的啦 好 我们先看这个震撼弹 稍后来看 这个国民党所卷起的新型的运动 民进党看得清楚吗 公投联署 为未来 全国是跑透透 来 我们看一下 Morris张 今天所投下这个震撼弹 来怎么看呢 台湾是需要真的团结 我只有两张图卡来看 这个震撼弹有多大 先看这张图卡是什么 是英特尔被台积电压着打 台股立刻大涨 英特尔是全世界的 半导体的教父 在我们说的五年前 没有人敢跟英特尔挑战 现在的台积电 不但是挑战英特尔 而且是赢过英特尔 不得了 我们再看这个消息 这是全世界唯一能够做到 五奈米制程 这台电 这不是台电 这叫台湾之光 理论上我们应该骄傲 这台湾自己扶植的产业 为什么张忠模竟然不愿意 担任这个蔡英文的总统资政 而他口口声声说 台湾不能有半导体 而半导体占台湾出口60% 唯一能够计压中国的 也是半导体 他更应该担任蔡英文总统的资政 为什么不愿意 原因是什么 他在南京设了一个工厂 而这工厂是目前来说 中国可能最大最先进制程的 如果他今天没有去南京设工厂 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中国最厉害是 来…你来 来完之后就以伤逼政 难道刘金彪不是吗 当时中国大陆发展这个脚踏车 刘金彪有三句名言 第一句名言是什么 希望两岸的关系 就像蓝绿能够包容 结果没有发现到 中国不包容刘金彪 刘金彪不愿意担任资政 刘金彪说我身体已经80岁了 拜托他刚刚才做个全省的环岛旅行 而且之前他从北京 一直骑脚踏车到上海 周围的人都是跟国民党关系很好的人 理论上刘金彪是最不可能被贴标签的 他也以年纪的方式说 我抱歉我不行 可是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中国插住了台湾 高级的脚踏车的市场 他坐的脚踏车有多么厉害 所以不要说是中国冷静冷处理 事实上中国的花招可多了 政治工具筹码可多了 力道之强现在也一一展现 没错 我想Morris张对张中某人讲 是另外一个阿妹 另外一个周子瑜是不是呢 那当然因为中国现在发展半导体 所有的手机晶片 慢慢的都是中国的自己研发 但是代工可能会交给台积电 但是如果台电放弃的市场 他会担心厌势 那中国技术起来怎么办呢 我最后补充一句话 这个刘金标有多红 红到连日本的脚踏车都恨他 因为他把整个大甲地区 应该跟变化当中怎么去因应 国民党现在比较关心的部分 因为正是由国民党副主席 在12月7号所成立的 守护食安公投联盟 这个新型造势运动 背后你们到底要传达出 什么样的讯息呢 核摘食品要进来的时候 当然人民有疑虑 而且我们也做了民意调查 有将近七成五的民调 大家都会担心讲说 这个福岛以外 市县市的核摘食品如果进来的话 那我们人民的一个身体健康怎么办 那那个时候不要忘记了 我们一直强调 那三天的食厂公地会 开完了之后 他只要一个行政命令 就可以进来 他不需要再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 对 民意这么清楚 你们不决定把这个政策 希望行政院赶快暂缓 目前没有一位执政的官员说 我们要开放这些食品进口 没有 现在是做评估 风险评估的这个阶段 你风险评估要做 可是国民党利用这个时间 就开始在那边混淆视听 他就说 没有混淆视听博恩 核摘食品 可能根本完全不开放 跟我解释一下 行政程序 现在都还没有走到公告前的预公告 连预公告 征求大家意见都没有 只是大家在做风险的沟通 跟风险的相关评估 来捷運菜市场去联署 分工合作 这个获得的回应是非常热烈 这个其实压力会很大 因为事实上 我这么说一句话 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去解释那么多 我知道一句话 你敢吃核摘食品吗 民進黨要讓你吃核災食品 你想看每隔三步 就是一個日式料理 你走進去的時候 你要先問說 你有沒有吃到核災食品 那這些店家怎麼活呢 奇怪了 民進黨以前 不是反對國民黨進這個食品 現在怎麼願意 換了 做了職站就換了腦袋了 他們現在都要把錢進到那些 傷忍的口袋裡 都不知道你的肚子 在吃核食品 我這樣講 請問一下 誰會聽政府的說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好 第二波 所以國民黨就覺得 我們是跟民意站在一起 本來他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 現在你看到剛剛那畫面 現在火車站也可以說了 以前你去台南高雄 哪有國民黨可以講話的餘地 現在機會都很大 我們這樣講 執政其實是一步一步來 我們知道現在這個 跟美國打好了一個很好的球 大家想一句話 那經濟牌要不要出來了 那你這個外交牌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今天企業真的要去美國了 我們台灣準備好了沒有 這些問題一排一排 大家會問 就不是現在同志要公投 現在核食要公投 我這麼說 兩位民進黨的這個長官們 都很努力解釋 只一句話 哎呀 那我們真的要吃嗎 那你就怎麼講都講得說不過去 連我都認為那不是核食的 現在被講了 好像我們都要吃核食了 所以民進黨會很慘 我覺得這個部分 民進黨要切割清楚 趕快把政策講清楚 否則我光講一個 馬上下一句 你要幹嘛 開放核食換潛艦 這我都把一隻還弄完蛋了 你知道嗎 牛油在這上面講不清楚 然後呢 開放美豬換F35嗎 政府都還沒決定要開放 核災地區的食品 請大家不要擔心 這個要政府我們都要求說 他先要做好風險評估 跟風險溝通 政府再來做決定嘛 所以大家不要起人 你趕快做決定嗎 還要拖下去嗎 沒有這個當然要做好風險 評估或風險的溝通嘛 那假如這兩步沒有錯 當然沒有下一步開放的問題 好 非常謝謝各位 持續鎖定在變動當中的世界局勢 我們下週同學再會了 我們想試試大家